这部电影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用106分钟的时长 揭开了青天白日之下 所潜藏的无比残酷血腥的黑暗现实 其虐心程度堪称港版熔炉 它就是由尔东生简制 简军进指导 江大卫 于湘宁 林宝宜等主演的 香港犯罪电影白日之下 这部电影首映于 2023年6月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在第42届香港电影金箱奖上 获得了16项的提名 口碑方面基本就是一边倒的好评 尔东生曾经说过 希望这部片子能够尽快的登陆内地的院线 然而在今年的4月中旬电影上映之后 截止到我写稿已经十多天过去了 票房也仅仅是可怜的一千多万 但是当我自己真正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我就理解了 为什么这样一个较好的片子较不来做 因为影片的内容实在是过分的真实和压抑了 女主是某报社侦查小组的一名记者 他们接到了一宗有关于残疾院舍 彩桥之家虐待院友的线报 起初女主是为了搞出一条大新闻博博眼球 保住他们即将被优化的小组 所以才决定潜入其中进行调查 但是随着调查的越发深入 她发现了越来越多残忍可怕的案件 一直都在这个院舍之中发展蔓延 当真相逐渐的赤裸的暴露于她的面前 她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甚至连认知逻辑三观都经历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为什么 因为这间名为彩桥之家的残疾院舍 不是家而是一个人间炼狱 居住在其中的院友大多是有一些生理或者精神上疾病障碍的人士 或者是一些无人照顾的老年人 在狭小的空间里居住着七八十个人 而护工却只有两个 当女主第一次走进其中 发现房间里边甚至有着已经腐烂了的老鼠尸体 居住环境之恶劣令人作呕 住的不好吃的也差 院里每天做的都是廉价而且减漏的餐食 根本都别谈啥营养的 完全就是连饱腹都费劲 啊啥 你还要耍脾气摔碗 那好掉地上这份就装进你的餐盘 你爱吃不吃不吃就饿着 这些本就很可怜的院友们还会遭到各式各样的虐待 不听话就被抽嘴巴 敢撕吧就用钉手气钉胳巴 那如果说身体上的虐待是残忍 那么精神上的霸凌简直堪称邪恶 院舍日程表上的洗澡日就是噩梦日 护工会把老人们的手脚都绑在轮椅上 全都扒光衣服推上露台 就像对待牲口一样 用水管子简单粗暴地冲刷着他们的头和身体 用胶皮手套狠狠地摩擦他们的皮肤 老人们全都一动不动 也许是不知道该如何反抗 也许是曾经反抗过但是也没有啥用 也许是他们的灵魂早就已经死去 在这一刻 他们连作为人类的最基本的尊严都无法保留了 而这家残疾院舍的院长 更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人渣 他本身自己也有残疾 经常把爱啊家人啊 等冠冕堂皇的言论都挂在嘴边 背地里却多次性侵院内智力有障碍的女孩 他曾经两度因为涉嫌强奸罪被提告 无奈最后都因为受害者 无法表述清楚受害的过程 并且也没有指控这个人渣强有力的犯罪证据 所以最终施暴者依旧能够逍遥法外 那有同学听到这儿可能就要产生疑惑了 这么丧心病狂的一家残疾院舍 难道就没有人管吗 难道就没有人举报吗 难道就任由他们为非作歹无法无天吗 很遗憾呢 我只能告诉大伙 答案是 是的 其实住在院舍附近的居民 甚至连在院舍里边的工作人员本身 大家都曾经多次举报投诉 也给各路媒体匿名发送过不少院舍时报的证据 可惜最终都是时辰大海杳无音讯 涉属部门和院舍狼狈为奸互相包庇 而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院舍总是能够钻到法条的漏洞 各种违规操作却能够平安抽身 就像短短半年 院舍里边已经死了很多人 可是这些人的死因究竟是什么 答案成为了永远都无法被揭开的秘密 当有人来院舍例行公事进行巡查 院里就会认真地打扫 营造出一片祥和美好的虚假繁荣 可实际上 在某一个闭塞的小房间里 正有一个刚刚死去的人躺在床上 然而早已融入成诗报者的护工 对此只会面不改色地说 你看错了 他只是睡着了 影片从头到尾 对于故事的展现手法都非常的直白且朴实 因为这些近乎残酷的真相 不需要任何的渲染 就已经足以刺痛人心了 甚至一直到电影最后的结局 也并没给观众长输一口气的机会 女主凭借努力成功揭露了彩桥之家的黑暗 让她成为了第一个被政府制裁取缔的私营院社 可是那些院友们的亲人却并不感谢女主 他们说都怨你 现在大家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大雨滂沱 女主陷入了无尽的茫然和痛苦之中 自己做的真的是对的吗 自己自以为是的拯救 为什么却导致他们连一个遮风挡雨的乌严都没有了 在影片结束前 电影黑底白字 用数据最直观的向大家传递出 目前香港关于养老救助等资源和社会目前的需求量 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不匹配 这就必然会导致民营机构的崛起 资本家们的利于熏心 只能缔造越来越多的悲剧 彩桥永远都断不了 开头我提到了 这部电影是取材子发生在香港的真实案件 比如剑桥养老院虐老事件 2015年 剑桥养老院被媒体揭露出 护工安排了12名女性老人 在养老院的露天平台脱光衣服一起洗澡 再比如康乔之家前院长张建华侵犯智障少女事件 他在2002年到2004年之间 多次涉嫌侵犯两名智商不及九岁小孩的智障少女 均被无罪释放 直到2023年案件重审 才成功地判决张建华有罪 并且必须支付赔偿 而他就是电影中林宝宜所饰演的张建华这一角色的原型 电影中多次提到了一句台词 人老了就会变成包袱 这句话不好听 但是却非常现实 养老资源紧缺 福利救助机构的不完善 这些是目前全世界都不得不面临的社会学议题 而这部电影让我个人非常欣赏的一点是 虽然在聊这些严肃的社会议题 但是他却并没有试图去说教 也没有去刻意地营造焦虑 没有摆出那种高高在上 事不关己的高大上的姿态 从始至终 电影都是在用最朴实的手法 最简单的对话跟动作 去挖出观众心底最柔软的共鸣 比如女主之前为了找到借口潜入院舍 就谎称自己是一个名叫通伯的大爷的孙女 而通伯看似是疯疯癫癫 傻傻憨憨 实际上他什么都明白 每次在女主点起烟来 他都会用不同的方式给掐掉 告诉他要注意健康 在女主问他你不是还挺清醒的 为什么还要住在这的时候呢 通伯淡淡地说 正是因为要住在这 所以傻比不傻更好 这种自然流露出的通透的绝望 更是让人心里难受 最后当女主最茫然最无助的时候 也只有通伯在安慰他理解他 通伯摘下了自己的帽子 戴到了女主的头上 告诉他不要放弃自己的坚持和信仰 说罢俏皮地眨了一个眼 接着又洋装成癫傻的模样 回到了人群中 那顶破破的帽子 为女主挡住倾盆而下的大雨 也在女主的心里 撑起了一片小小的清空 其实女主在调查彩桥之家的过程中 是不断地产生矛盾和疑惑的 内心的原则不断地接受着冲击 比如做人真的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吗 是不是越无赖的人 越能在所谓的宫里 正义中全身而退呢 这个世界真的会变得越来越好吗 当那个人渣院长 面对女主理直气壮地说出 真正遗弃了那些可怜愿友的 是他们的家人和这个社会 女主当时的无言以对 我是完全能够感动身受的 关于这些问题 电影没有给出最后的答案 也没法给出答案 但就像导演发表在豆瓣上的 那篇文章所说的 电影未必能够解决问题 但至少可以向这个世界提出问题 他说这部作品 不是要让观众感到绝望 电影最后传递的信息 其实是希望 很多人会问 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 我的理解是 他们说的希望 是想要一个结果 但对我来说 希望是一个动作 希望可以是一个因 因为有了希望 才会在后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他的这番话 对于当时看完电影 倍感阴谋的我来说 是起到了一定的安慰作用 就像我说的 白日之下看完 让人很痛苦很压抑 但他的初衷 并不是让观众绝望 有些困苦和难题 只有被呈现出来了 被更多的人看到了 才会有在未来 被解决和改变的机会和可能 其实老实说 我这期《院线试读》 做的真的是有点晚了 电影都上那么长时间了 影院早都已经没有啥拍片了 当然 就算是它刚上 我也没有能力 靠着一己之力 拉高人家的票房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真的是很喜欢 白日之下这部电影 所以这期视频 它不算是标准的试读 更多的算是 我的一个观后感的分享和案例 这部片子 无论是剧情还是制作 包括演员的表现 我个人认为 都是非常出色而且精彩的 扮演女主的演员于香宁 表现得特别的亮眼生动 作为电影的核心人物 她成功流畅顺利地 穿起了全片 而演员江大卫 所扮演的通膊 也是赚足了我的眼泪 最后再夸几句扮演 这个大反派院长的林宝宜 好家伙那演得太牛了 头部的细微颤抖 眼神的强弱转变 每句台词的语气拿捏 都是极为的形象和精致 让人不寒而栗 简直就是影帝级别的演绎 那行吧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刘老师 咱们下期见 好